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健康享受 好 谢谢 校长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奶奶 我祝你今天开心 开心开心 有东东陪着奶奶 奶奶天天都开心 来 东东 奶奶给你加个大虾 来了 谢谢 我去开门 你是 谁呀 大致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说你出差去了吗 对啊 我出差去了 但是我工作比较顺利 然后我看这时间太早了 我就回来给妈过个生日 你站上去啊 妈 你看你这大宝小活的 来 给我 妈 我给你买了些保健品 和这个礼物 谢谢 谢谢 这位是 我 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个 这位是 是我妈的学生 然后呢 那个 平时帮我妈一块工作 现在啊 您家是交部主任的 那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老站着干嘛 来 来 吃饭 你是客人 您先坐 阿姨 我们不是客人 我是奶奶的孙子 奶奶可喜欢我了 奶奶还说她家就是我家呢 小孩子还没有说话 快坐吧 你掺掺干嘛呀 咱们坐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东 你爸爸呢 没有一起来吗 我没有见过我爸爸 妈妈说我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 我只知道他是钢琴老师 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 和陈叔叔一样 阿姨 你看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钓锥 你一个钓锥有什么好显摆的 真巧啊 我家里有个姐姐 跟你也有一样的雕准 姐姐的爸爸也姓陈 也是钢琴老师 妈 这个孩子 跟大志 小的时候一模一样 也太巧了吧 大家快吃饭吧 菜都凉了 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这里的主人呢 周卫侯 过分了啊 你是来给我庆生的还是来搅局的呀 到底是我过分还是谁过分 陈大志 这个孩子 还有这个女人 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 我 二十年前我就说过 小市民出生的你没有修养 现在看来你一点没改 而且越来越像个泼夫了 我是泼夫 妈 妈 再怎么说 您也是一个县中学的校长吗 您的修养 应该比很多人都高吧 您再不喜欢我 我也是您名正言顺的儿媳妇 我真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这么纵容你的儿子 胡作非为 你放开 陈大志 来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了 可我根本就不愿意相信 不过现在 我知道 我终于知道你陈大志 到底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卫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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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先生 你没事吧 本来想开开心心 跟你过过生日的 可是没想到 行了 反正这事啊 肯定会被他知道的 卫宏 卫宏 你怎么一声不肯定就过来了 来破坏了你的好事吗 陈大志 你行啊 学会撒谎了 骗我说出差 结果是别有用心 你要是嫌弃我了 你可以告诉我 我周卫宏绝对不会缠着你 可是你居然把我蒙在府里 你太过分了 不是 卫宏 你听我解释我不是存心要骗你 不是 那我问你 那个东总 是不是你的儿子 你说呀 我明白了 还没说呢 卫宏 你怎么来了 快快进来进来进来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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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周卫红的哭诉 哥嫂两人愤怒不已 嫂子刘梅更是直接去找陈凤英对质 尽管如此 她并没能弥补周卫红被刺痛的心 陈大志的背叛 让周卫红的生活坠入谷底 她很清楚哭闹都是徒劳 冷静过后的她决定勇敢面对 怎么是你 你放心 我不是来找你闹的 那请进吧 阿姨好 东东 东东 你先回房间 你坐吧 我给你倒杯水 好 取口水 谢谢 看得出来 你很爱你儿子 是的 他是我的一切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不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据我所知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 我对你的私生活 不感兴趣 我只是想知道 你们母子和陈大志 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到如今 满眼瞒不住了 好 我全都告诉你 我跟大志 从初中到高中 一直是同班同学 他是班长 我是学习委员 原来是青梅竹马 几年中 大大小小的考试 第一名 永远都只属于我们俩 不是他 就是我 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中 我们都表现非常的出色 就这样 我们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读研究生 大志的母亲 也就是当时我们的王校长常说 我们是他教过的学生中 最优秀的 他们会是把你当成儿媳妇的人 训练了吗 是的 校长亲口对我说 想我做他的儿媳妇 我也一直以为 大志是喜欢我的 只是碍于他脸皮薄 没有向我表白而已 直到你的出现 彻底地打乱了我们的生活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把大志迷的神魂颠倒 为了你 他不惜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犯人 那时的校长 有多伤心 多失望 他连死的心都有 可我和大志是真心相爱的 你既然爱他 就应该为他着想 在世界上 你帮不了他也就算了 可在生活上 你真正地关心过他吗 除了你和小睿 校长是他唯一的亲人 可是你 对以前的事 一直耿耿于怀 这让大志夹在中间 非常为难 八年前 大志想把他患有心脏病的母亲 接过去跟你们共同生活 没想到 却遭到你断然拒绝 我根本就不知道 大志的妈妈有心脏病 大志她只是跟我说 她妈妈身体不好 我当时在想 老年人有个头疼脑热 也是正常的 再说我是真的很怕 跟他住在一起 所以我让大志去给他 请一个保姆 所有的费用 由我们来说 保姆 你以为保姆 可以代替自己的亲人吗 看着从小把自己 拉扯大的母亲 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而自己 却不能留在身边尽孝 大志愿闷极了 大志愿闷极了 以至于 在那年的同学会上 他借酒消愁 见我醉得一塌 没事 我没喝醉 你 你们慢慢玩 慢慢喝 往上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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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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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大志 没事 我没喝醉 你以后别喝这么多了 我送你回去 我 我不回去 我看见我妈成天 愁眉苦脸的 我心里难受 我 我不回家 我 我不回家 走 不回去 走吧 不回家 慢点 小心 等一下 等一下 慢点 慢点 小心点 快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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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承认 当时我是有些意乱亲密 可大致 毕竟是我一生中 唯一爱过的男人 我们就只有那一次 我发誓 就只有那一次 第二天 大致久醒以后 留下了一封信 就离开了 那你们为什么 到现在还纠缠不起 一个月以后 我发现我怀孕了 我也不知道 当时哪儿来的勇气 想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那 那 那知他知道你怀孕吗 他知道 他求我打掉孩子 可我没同意 虽然我知道 他的心里只有你 可我坚信 只要生下这个孩子 他只想会回到我的身边 他只想会回到我的身边 因为你能给他的 我照样能给 你不能给他的 我也能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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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